裡面還有956點 今天看著我幫你收50點 刷一下掛號費直接扣除 台中市進老愛心卡 每月1000點 能搭公車 折抵掛號費搭計程車 甚至運動中心都能刷 不過這些福利 隨著新市府上任出現異動 希望你選後之後 65歲以上老人 健保馬上恢復補助 在哪裡 我們說這是一個福利的縮水 這是一個欺騙市民的一個動作 台中市民進黨團開啟者 會痛批市長盧秀燕 選前說要延續愛心卡福利 如今不但要取消看診補助 既從車原本能全額折替 也改為每趟限額補助50元 還有盧秀燕保證 選後馬上恢復老人健保 但因為預算問題 今年恐怕也會跳票 好 有夠失望 開的空間錢票 台中人不要再給他騙去 他說話不是算話 對不對 不可以這樣 老人要警察照顧 這種都是拿稅金去貼的 最後這些健保的壓力 也是回復到年輕人身上 老人家福利縮水很氣憤 不過依市府統計 台中市發出近34萬張進老卡 若每人每月1000元都刷光 總金額超過40億 將成為財政黑洞 我們會持續進老愛心卡的功能和服務 只是相關的內部的一個政策 內部的一個補助方式會再做更長製久安的調整 針對老人健保補助恢復提出最佳預算 只要議員和議會審議通過的話 最快連中的時候就可以上路 面對民眾質疑 新市府得在財政與民生福利上 找出方法 盡快回應市民期待 混訊沈章元春 台中報導